老師 趕快叫我們歌唱技巧啦 來啦 田老師掌聲歡迎一下田老師 來 有請 因為我們常聽老師講說 唱歌的情感 還有一些技巧的部分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知道老師常常會提醒一點說 你的基本功 對 我再一次再用一個方式來教各位 這個是加強各位的基本功 就是有關於律動的 那這個方法 對 這個方法叫做 大鵬展翅律動練習法 唉唷 大鵬展翅啊 對 那 我拿麥克風只有一隻翅膀 來來來 那我幫你拿 來來來 幫你拿一下 好 對好 比如說大鵬展翅的話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把手掌 然後我們的手臂張開來對不對 張開來的時候 我們有點像伸展一樣對不對 我們就做很多體操 或是說運動前都要做一點伸展對不對 伸展你是上半身會放鬆 對 我沒有那麼矮 高一點 好的 對 我們放鬆對不對 放鬆我們手張開之後 你看我們張開之後 比如說我們拿一首歌來做示範 比如說 高雄好了 剛剛講高雄對不對 高雄我們可能有一點 我就覺得說 可以跟那個什麼 智良建議一下說 這個律動上加強一點會更好 比如像律動上 有幾間房子 用爭啊空 高雄 高雄起來 普通普通 有幾間房子 背跟那邊房子 有沒有 他其實我們是不是有一點那個 剛剛謝謝老師給我這個鼓點 加強一下我們的這個節拍的 律動 對 那我們跟鼓點跑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一些輕重音 會隨著我們的律動還有鼓點 去增強它的力道 對 對 就是要把那個 那個鼓點的那個重音的那種輕重 把這個應該講說 用這樣子一個肢體把它帶出來 對 幫助我們 對 而且我們這樣子的動作 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的伸展 然後讓我們的身體放鬆 是 對 然後因為我們唱歌 常常就是說我們肩膀 撐住對不對 撐住 很撐住 對 你唱起來 有時候太硬了 撐住了以後 你就會完全用拉扯到你的喉嚨 對 老師你再做一次動作 好 來 我們試試看預備 來 有幾間出 用爭仔空 看起來普通普通 有沒有 這個後製呢 把老師換成他穿 芭蕾舞裙 是不是很療癒 沒有 這個很放鬆耶 真的耶 如果是那種 對啊 尤其是這種 這麼很像直白的 講話的那種唱法的話 對 用這樣才會有感覺 對 對 增強 我們增加一些我們律動的感覺 對 講什麼 我真唱 天上的生理 講什麼 對 如果說速度快 你就會比較快 你就會容易抓到重點音 對不對 重音就會出現了 對 整個人也比較鬆 對 所以老師這個方法叫做 大鵬展翅律動練習法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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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